诗篇第七十六篇 从野石之山而来 有光华和荣美 心中勇敢的人都被抢夺 他们睡了长觉 没有一个英雄能措手 雅各的神啊 你的斥责一发 坐车的 骑马的都沉睡了 唯独你是可畏的 你怒气一发 谁能在你面前站得住呢 你从天上使人听判断 神起来施行审判 要救地上一切谦卑的人 那时地就惧怕而静默 希拉 人的愤怒 要成全你的荣美 人的余路 你要禁止 你们许愿 当向耶和华 你们的神还愿 在他世面的人 都当拿贡物献给那可畏的主 他要挫折王子的娇气 他向地上的君王 显威可畏 诗篇 第七十七篇 我要向神发声呼求 我向神发声 他必留心听我 我在患烂之日寻求主 我在夜间不住地举手祷告 我的心不肯受安慰 我想念神就烦躁不安 我沉吟悲伤 心便发昏 希拉 你叫我不能闭眼 我烦乱不安 甚至不能说话 我追想古时之日 上古之年 我想起我夜间的歌曲 扪心自问 我心里也仔细醒察 难道主要永远丢弃我 不再施恩吗 难道他的慈爱永远穷尽 他的应许世事废弃吗 难道神忘记开恩 因发路就止住他的慈悲吗 希拉 我便说 这是我的懦弱 但我要追念至高者 显出右手之年代 我要提说耶和华所行的 我要纪念你古时的骑士 我也要思想你的经营 默念你的作为 神啊 你的作为是洁净的 有何神大如神呢 你是行歧视的神 你曾在列邦中彰显你的能力 你曾用你的绑臂赎了你的名 就是雅各和约瑟的子孙 希拉 神啊 诸水见你 一见就都金黄 深渊也都战斗 云中倒出水来 天空发出响声 你的剑也飞行四方 你的雷声在旋风中 电光照亮世界 大地战斗震动 你的道在海中 你的路在大水中 你的脚中无人知道 你曾借摩西和亚伦的手 引导你的百姓 好像羊群一般 诗篇第七十八篇 我的名啊 你们要留心听我的训会 彻听我口中的话 我要开口说比喻 我要说出古时的谜语 是我们所听见所知道的 也是我们的祖宗告诉我们的 我们不将这些事 向他们的子孙隐瞒 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 并他奇妙的作为 述说给后代听 因为他在雅各中立法度 在以色列中设律法 是他吩咐我们祖宗 要传给子孙的 使将要生的后代子孙 可以晓得 他们也要起来 告诉他们的子孙 好叫他们仰望神 不忘记神的作为 唯要守他的命令 不要向他们的祖宗 是顽梗悖逆 居心不振之辈 向着神心不诚实 以法联的子孙 带着兵器 拿着弓 临阵之日 转身退后 他们不遵守神的约 不肯照他的律法行 又忘记他所行的 和他显给他们 奇妙的作为 他在埃及地 在索安田 在他们祖宗的眼前 施行歧视 他将海分裂 使他们过去 又叫水立起如雷 他白日用云彩 中夜用火光 引导他们 他在旷野分裂磐石 多多地给他们水喝 如从深渊而出 他使水从磐石涌出 叫水如江河下流 他们却仍旧得罪他 在干燥之地 悖逆至高者 他们心中试探神 随自己所欲的求食物 并且妄论神 说 神在旷野岂能摆设宴席吗 他曾击打磐石 使水涌出 成了江河 他还能吃粮食吗 还能为他的百姓 预备肉吗 所以耶和华听见 就发露 有烈火向雅各烧起 有露气向以色列上腾 因为他们不信服神 不依赖他的救恩 他却吩咐天空 又敞开天上的门 将玛拉向雨给他们吃 将天上的粮食赐给他们 个人吃大能者的食物 他赐下粮食 使他们饱足 他领东风起在天空 又用能力引了南风来 他降肉像雨在他们当中 多如尘土 又降飞鸟 多如海沙 落在他们的淫中 在他们住处的市面 他们吃了 而且饱足 这样就随了他们所欲的 他们贪而无厌 食物还在他们口中的时候 神的露气就向他们上腾 杀了他们内中的肥壮人 打倒以色列的少年人 虽是这样 他们仍旧犯罪 不信他奇妙的作为 因此他叫他们的日子 权归虚空 叫他们的年岁 净数惊恐 他杀他们的时候 他们才求问他 回心转意 切切地寻求神 他们也追念神 是他们的磐石 至高的神 是他们的救赎主 他们却用口谈媚他 用舌向他说谎 因他们的心向他不振 在他的约上也不忠心 但他有怜悯 赦免他们的罪孽 不灭绝他们 而且屡次消他的怒气 不发尽他的愤怒 他想到他们不过是血气 是一阵去而不返的风 他们在旷野背逆他 在荒地叫他担忧 何其多呢 他们再三试探神 惹动以色列的圣者 他们不追念他的能力 和熟他们脱离敌人的日子 他怎样在埃及地显神迹 在索安田显奇事 把他们的江河 并河岔的水 都变为血 使他们不能喝 他叫苍蝇 陈群落在他们当中 捉近他们 又叫青蛙灭了他们 把他们的土产交给蚂蚱 把他们辛苦得来的交给蝗虫 他将冰雹打坏他们的葡萄树 下岩霜打坏他们的桑树 又把他们的声序交给冰雹 把他们的群序交给闪电 他使猛烈的怒气和愤怒 老恨 苦难 成了一群降灾的使者 临到他们 他为自己的怒气修平了路 将他们交给瘟疫 使他们死亡 在埃及击杀一切长子 在寒的帐篷中 击杀他们强壮时投身的 他却领出自己的名如羊 在旷野引他们如羊群 他领他们稳稳妥妥的 使他们不自害怕 还却淹没他们的仇敌 他带他们到自己圣地的边界 到他右手所得的这三地 他在他们面前赶出外邦人 用绳子将外邦的地 量给他们为业 叫以色列支派的人 住在他们的帐篷里 他们仍旧试探悖逆至高的神 不守他的法度 反倒退后 行诡诈 像他们的祖宗一样 他们改变 如同翻背的功 因他们的秋痰 惹了他的怒气 因他们雕刻的偶像 触动他的愤恨 神听见就发露 极其憎恶以色列人 甚至他离弃四螺的帐幕 就是他在人间所搭的帐篷 又将他的约柜交予人卤去 将他的荣耀交在敌人手中 并将他的百姓交予刀剑 向他的产业发露 少年人被火烧灭 处女也无喜歌 祭司倒在刀下 寡妇却不哀哭 那时主向四人睡醒 向永世饮酒呼喊 他就打退了他的敌人 叫他们永蒙羞辱 并且他弃掉约瑟的帐篷 不拣选以法连支派 却拣选犹大支派 他所喜爱的西安山 盖造他的圣所 好像高峰 又向他建立永存之地 又拣选他的仆人大卫 从羊圈中将他招来 叫他不再跟从那些带奶的母羊 为要牧养自己的百姓雅各 和自己的产业以色列 于是他按心中的纯正牧养他们 用手中的巧妙 引导他们 诗篇第七十九篇 神啊 外邦人进入你的产业 污秽你的圣殿 使耶路撒冷变成荒堆 把你仆人的尸首交于天空的飞鸟为食 把你圣明的肉交于地上的野兽 在耶路撒冷周围流他们的血如水 无人葬埋 我们成为邻国的羞辱 成为我们视为人的痴笑几次 耶和华 这到几时呢 你要动路到永远吗 你的愤恨要如火焚烧吗 愿你将你的愤怒倒在那不认识你的外邦 和那不求告你明的国度 因为他们吞了雅各 把他的住处变为荒肠 求你不要纪念我们先祖的罪孽 向我们追讨 愿你的慈悲快迎着我们 因为我们落到极卑微的地步 拯救我们的神啊 求你因你名的荣耀帮助我们 为你名的缘故搭救我们 赦免我们的罪 为何容外邦人说 他们的神在哪里呢 愿你使外邦人知道你在我们眼前 生你仆人流血的冤 愿被囚之人的叹息 达到你面前 愿你按你的大能力 存留那些将要死的人 主啊 愿你将我们灵邦所羞辱你的羞辱 加七倍归到他们身上 这样 你的名 你草场的羊 要称谢你 直到永远 要述说赞美你的话 直到万代 诗篇 第八十篇 领约瑟如领羊群之以色列的牧者啊 求你留心听 坐在二基路坝上的 求你发出光来 在伊法连 遍亚敏 马拉西前面 施展你的大能 来救我们 神啊 求你使我们回转 使你的脸发光 我们便要得救 耶和华万君之神啊 你向你百姓的祷告发路 要到几时呢 你眼泪当食物给他们吃 又多凉出眼泪给他们喝 你使邻邦因我们纷争 我们的仇敌彼此细笑 万君之神啊 求你使我们回转 使你的脸发光 我们便要得救 你从埃及 挪出一棵葡萄树 赶出外邦人 把这树栽上 你在这树根前预备了地方 他就深深扎根 爬满了地 他的影子遮满了山 枝子好像佳美的香白树 他发出枝子 长到大海 发出蔓子 沿到大河 你为何拆毁这树的篱笆 任凭一切过路的人摘取 临终出来的野猪 把他糟蹋 野地的走兽 拿他当食物 万君之神啊 求你回转 从天上垂看 眷顾这葡萄树 保护你右手所栽的 和你为自己所兼顾的枝子 这树已经被火焚烧 被刀砍伐 他们因你脸上的路容就灭亡了 愿你的手扶持你右边的人 就是你为自己所兼顾的人子 这样 我们便不退后离开你 求你救活我们 我们就要求告你的名 耶和华万君之神啊 求你使我们回转 使你的脸发光 我们便要得救 真言第十六章 心中的谋算在乎人 舌头的应对由于耶和华 人一切所行的 在自己眼中看为清洁 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 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 你所谋的就必成立 耶和华所造的各事其用 就是恶人也为祸患的日子所造 凡心里骄傲的 为耶和华所憎恶 虽然联手 他必不免受罚 因怜悯诚实 罪孽得赎 敬畏耶和华的远离恶事 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 耶和华也使他的仇敌 与他和好 多有财力 行事不易 不如少有财力 行事公义 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 为耶和华 指引他的脚步 王的嘴中有神语 审判之时 他的口必不查错 公道的天平和秤 都属耶和华 囊中一切法码 都为他所定 作恶为王所憎恶 因国卫是靠公义监力 公义的嘴为王所喜悦 说正直话的为王所喜爱 王的震怒如杀人的使者 但智慧人能窒息王怒 王的脸光 使人有生命 王的恩典 好像春云时雨 得智慧 胜似得金子 选聪明 强如选银子 正直人的道 是远离恶事 谨守己路的是保全性命 骄傲在败坏已先 狂心在跌倒之前 心里谦卑与穷乏人来往 强如将鲁物与骄傲人同分 谨守训言的必得好处 依靠耶和华的便为有福 心中有智慧 必称为通达人 嘴中的甜言 加增人的学问 人有智慧 就有生命的泉源 愚昧人 必被愚昧惩治 智慧人的心 教训他的口 又使他的嘴增长学问 两眼如同风房 使心觉甘甜 使骨得医治 有一条路 人以为正 至终成为死亡之路 劳力人的胃口 使他劳力 因为他的口腹催逼他 匪徒图谋奸恶 嘴上仿佛有烧焦的火 乖僻人 波散纷争 传舌的离间密友 强暴人诱惑临舍 令他走不善之道 眼目紧合的图谋乖僻 嘴唇紧闭的 成就邪恶 白发是荣耀的冠冕 在公义的道上 必能得着 不轻易发怒的 胜过勇士 制服己心的 强如取成 谦放在怀里 定是由耶和华 中文人